在京宣传遭藏天朔威胁 陈奎安找哪位大佬才有命回香港 1994年 陈奎安受邀到北京参加活动 他一出现现场气氛异常热烈 所以主办方为了感谢他 特意请其参加庆功宴 不料就在众人谈笑风声之际 一群壮汉突然闯了进来 为首的人正是北京老炮藏天朔 他向陈奎安介绍完自己身份后 并索要当天演出的报酬 因为藏天朔在北京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不管谁来北京举办活动 都需要跟自己打个招呼 并拿出一部分利润来孝敬自己 因为陈奎安坏了规矩 所以藏天朔为了让其长一个记性 于是便索要当天所有的报酬 也就是200万 但陈奎安并不认识他 于是便怒怼道 你以为你是税务局的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藏天朔毕竟是身为北京大佬 怎么能容忍他人如此跟自己说话 于是抄起手边的酒 就狠狠向陈奎安泼了过去 随后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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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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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